饿死了 饿死了 来个牛汉堡 烤两个大腰子 饿死我了 饿死我了 你 你到底谁家熊孩子 上次你可把我害惨了 见过娘娘 在下就是当朝大将军杨玉之子 杨岩 此次奉旧王之命 特地来拜访娘娘 浮夸 浮夸是谁啊 对了 娘娘 吃鸡 这得几年没吃肉啊 你是怎么进来的 此乃本公子的独门绝学之飞檐走壁 你 嘿 啊 哎呀 得知姐姐落难 特地给姐姐雪中送炭 叫谁姐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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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见过两面 在彼此不熟悉的情况下 叫姐姐有点不合适吧 姐姐 咱们见过三次了 那次在春家花月夜 我与你有一面之缘 只不过 那个时候 你不认得我爸了 那日果真你也在啊 可见你与那九王的夜生活 是有滋有味啊 姐姐误会了 我们是为了公事 才去那儿的 我和九王 都是洁身自好之人 不用遮遮掩掩的 我还会在乎这个吗 下次去的时候 记得叫上我 姐姐真的误会了 自从上次在春家花月夜 见到姐姐 别说九王 总把您挂在嘴边了 令我也时常记起您 那飘逸的秀发 还行姐姐别误会 您在我心中就是那 冰清玉洁的观世音 望花丛中的花仙子 从天而降的七仙女 你 来一盆桂花糕 你不是说饿死也 不吃桂花糕吗 又不是给我吃的 让你男女不分 我就不信 我赌不剩你的嘴 来吧 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 管够 谢谢姐姐 别客气 再来一个 好吃吗 再来一块 这块也不错嘛 很漂亮啊 很好 来来 来来 好 来 来 来 张嘴张嘴 好 好 好吃吗 好 好吃 还有啊 娘娘 他会不会 你宴死啊 水 水 경찰 给我 露宝 好 姐姐 我错了 我再也不吃桂花剐了 我再也不上菜了 我再也不敢用嘴滑车了 記得 信心告辭了啊 走了 我走了啊 哎呀哎呀 娘娘 你刚才要不是奴婢拦着你 你可真有可能 创造历史上 又一大酷刑呢 嗯